預備三喔 預備三 李星三三 現在可以 下一次你給亂揍手勢 你不給亂揍手勢 你不給亂揍手勢 你掃給我 你要跪下來了 你冷靜一點 李星三三 現在可以 下一次你給亂揍手勢 你不給亂揍手勢 對不起 你掃給我 你掃給我 你要跪下來了 你冷靜一點 BOK手勢驚覺太敏感激動 下跪道歉 藝人歷經剛好在選前一天 開宣傳記者會一度手勿 讓全場笑翻 雖然又不小心比了實質 但歷經趕緊隨進便不比夜 記者會都還沒開始發問 就自帶話題 他自己很懂 把一二三都比完了 他也提到過去大選 是受到親友委託幫忙 這次大選有什麼規劃 低調沒多談 同學找你 或者爸爸找你 你總是會幫忙 一樣的道理 那這一次我沒有加入的話 那我覺得台灣是非常民主的社會 但是選上了 我們就可以祝福 藝人張曉燕選前表態 PO文說希望選的人不像政客 只說好聽話 是會好好做事的人 從機嫌做起才知道 國家運行是基層 一起努力完成的 附上自己的笑臉卡通貼圖 比出OK手勢還戴著藍帽子 不少粉絲留言表示支持 但也有人說真的投不下去 還有人質疑無厘投盲從 別用意識形態來影響別人 響兵集團員工 則是收到董事長訊息說 疫情間總統蔡英文 訪視還有紓困貸款 讓集團繼續持續 鼓勵員工支持賴清德和相關立委 響兵證實是內部消息 董事長以個人名義表態 強調公司主張選舉是民主的象徵 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 不論立場都能彼此包容 總統大選激戰 名人也替自己支持對象挺身而出 能拉幾票是幾票 特別新聞 什麼叫喬正人台北財富目到